韓國老師,我跟講一句話 在專討之前,是大陸已經問過有關於栽藥的部分 栽藥的部分是用於栽藥裡面是必要的一個要件 你沒有把栽藥列出來 因為栽藥是不論文裡面的一個精華的濃縮 等於是把幾千個字跟上萬字 把它濃縮成幾百個字,三百個字 這個要考驗這種鑽血能力 如果沒有把栽藥列出來的話 我想這個是在專討訓練上的蠻大的一個缺失 當然這裡面,我看到了李介入老師 都會要求學生器 之前,我已經告訴你 都不在意,應該要防止避料的避器 這個部分是比較注意到像這樣的問題 即使這個專討沒有規定 你還定在防止避器 我想這個,在專討之前呢 我已經針對了韋靈的報告 已經做了拿來一個範本 一個範本,你已經看到了 這個範本,我告訴你這個範本 它每一個,每一條移用的線都錯,都不對 不管是格式跟逆移用的 這上面是我改的 我都才會用出來的 沒有一條正確 那我做了一個範本的給日子 可以包括我們那個後昌韋靈 還有艾亞,還有艾亞暗 改了之後呢,結果是怎麼樣呢 還是一堆錯 還是一堆錯,我用一圈出來的 然後這個裡面是代表什麼 格式跟語法這種東西呢 雖然是小值 那格式的話,我們當然不論 那英文語法裡面的 逗點、標點這些東西呢 都有它的嚴格上的規定 如果你沒有照著做的話 表示你對這個英文呢,就有問題 你的國中,你的高中,你的大英文 都沒做好這個東西 那該控則了,你沒控則了 不該控則了,你沒控則了 那所以,舉個例來講 為什麼跟語法有關? 兩個作者,A跟B A and B 你可以叫加and,是必然的事情 這個英文語法上面 好,三個作者 A,B,C 那A,逗點,B,逗點,and,C 四個以上的,最後呢 最後呢,最後一個作者 跟最後第二個作者,the end 像是英文語法上的問題 你沒辦法做到 所以你必須注意到細節 有這麼多論文在這裡 你會想考這個論文怎麼做 然後我今天已經寫了這樣的東西 結果還是一倍錯誤 那代表什麼東西呢? 這是你們要自己問的 至於說其他同學呢 因為不是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我會在裡面講 我會告訴他 沒錯 那你沒錯 為什麼你沒錯 再一點點 我會講到這裡 謝謝黃老師給我們的原指教 也以我們為做範例為大家的一個警戒跟解體 希望大家還要注意 下次的一個文獻的改善 跟小地方的錯誤 還有格式上的要求跟精度 那還沒有其他同學 或是老師想要接嗎? 好 首先你們來講非常精采 那在這裡有兩個問題 好 請教一下 第一個就是 你有提到說你用GPS定位嗎? 對 那就是因為你可能 你的說這個是就是 預期成果 所以你有實地進行定位精度的確認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你目前 就是不斷的提到目前推測 然後還有就是說 就是 但是你一直指出這個是一個計畫 就是一個還沒有實行的計畫 那可是看你已經有許多就是速度的浮程出來 那請問你有試著速度去做統計分析 然後以及統計分析之後的結果 是大概不同的 好 謝謝那個 聖良的一個提問 然後我簡單先說明 我們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在於 你所說到的GPS樣目的一個定位呢 我們目前使用的是 Trimple Prolex 那有經過實地在山區的定位呢 它的誤差在五公尺以內 就是確實在於 我們對到地面的資料 也認證過是五公尺以內 那我們後續還有一種 電腦處理是後續差分的一個定位呢 可以降到一公尺以下 所以這目前是已經有做過校正定位了 而第二個部分 對目前所推測的問題呢 我們有 的確有採取到 少數的樣本呢 有進行驗證 但是我們覺得樣本數能不夠 所以暫時還不敢放上來 那要帶樣本數充足以後呢 來做建立模式 跟獨立樣本來檢測 那我們目前有一些數據 的確是有的 那這是整個 惠順林場的一個統計值 這是我們全區的統計值 可以看到它的海拔 大概在二十一八到四五次之間 然後它的坡度 以及坡向 還有坡密位置 以及直升指標的一個統計參數呢 我有列在後面 只是經驗沒有辦法 秀出來給大家看 那的確有做到這樣子 那對於一期的一些統計結果呢 目前好多都還在處於階段 其實不敢直接把數據結果 就是秀出來給大家看 那可能要等下次我確定以後 再把回報的數據秀給大家 謝謝 不知道還沒有其他同學過 老師 同學不要忘記 要蓋溫的就蓋溫 不要說你溫的問題太少 到時候統計你的發問問題太少 被老師盪了然後再重複題 你沒用 然後再重複題 我想問一下那個十九月的 說PPT還是PPT 對於那十三個進度 如果有點不太懂的部分 可以請你稍微解釋一下 好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在做影像探視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有一種準確度的評估 那準確度的評估通常就是 使用這四種 就是叫使用者精度 生產者精度 整體精度 及CAPA指標 我用簡單的就是乘數呢 使用者就好像是 我們觀測值 觀測到了MCD取樣的樣本呢 丟到模式裡面 他分類後的結果是對或錯 他的精確度多高 生產者呢 就是我們已經模式 建立好後呢 再將空間分布的觀測值 丟入裡面 來看他的模式會推測 是對或是錯 跟實際情形 他原本是生於地 但是模式已經建立好一個樣本以後 丟進去分類 確實他是非生於地 那就是他的錯誤率嘛 但是我們要以他的正確率 所以這就叫做 生產使用者精度 第三個整體精度呢 就是我們預測的觀測值 的全部跟實際觀測值 是正確的百分率 那就是Overall 就是他的整體精度 那CAPA指標呢 這有一點要貼 叫數理的概念 要有矩陣的概念 它是把 呃 因為我們的整體精度 是一個 對角線的一個矩陣 Diagonal Matrix 它是一個對角線的整體精度 那CAPA指標 它把我們的錯誤率呢 也算進去 所以它會跟 它的等級會類似於整體精度 它也怕說我們會有可能高估推測的精確度 所以CAPA指標可以做為一個驗證是說 我們模式有沒有高估的情形 那它會落到一個範圍值 它分成五個等級 它會分成五個等級 0到0.2 0.2到0.4 0.4到0.6 0.6到0.8 0.8到1 它會做一個百分等級 來評估說你目前 在做你這樣這樣的判施呢 它的精確度有沒有吻合 你實際的一個貼近 現實的情形 這樣子 謝謝您的提問 不知道還有沒有同學 我們不要再報告 老師要講幾句話 第一個 你這個報告的這個格式 是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為什麼 你在這裡面 你這篇報告 是在探討你的這個研究方法 你還沒有把這個研究的一些成果 放到你的這個報告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格式 用材料方法等等 就是你在探討方法 你的這個方法 跟分析你的 要建立你的模式的一些方法 你還沒有真正去做到這樣一個分析 所以你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報告的格式是不太理想的 為什麼 因為你是在探討說 哪一個model 可以做為你分析的一個最好的方式嗎 所以你有講到 講到這個什麼抉擇書 還有什麼這個 這個 這個區域問題等等這些 所以你的這個格式是不太不對的 當然這個是剛才方老師講的 那為什麼老師 不要求同學這個學期一定要把材料放進來 最重要是第一個就是你要學對 然後我也提供了過去的模式給各位參考 那接下來就是你們細節要先把該做的細節先做好 下個學期 這個 再要就是要一定要學 我們是建立式的要求 不要讓同學一下子 這個腦筋 全部混亂掉了 我們不是T大的同學 我們是C大的 所以我們的要求是建立式的 好不好 所以同學應該要自我要求 老師沒有給他們那麼大壓力 但是你要在基本的這個格式上面 要先認清 把思路 把整理的邏輯思考先弄清楚 謝謝老師 你給後昌有一點指教 好 那由於時間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先請 謝謝後昌的報告 那我們直接請第二位的同學來報告 好